美国和墨西哥边境只隔了一道四米高的边境围栏 走私活动频繁 美国边境巡逻对工作人员 日前就公布了一段令人震惊的视频 视频显示墨西哥人口走私犯在深夜时分 竟然将两名五岁和三岁的女童 从墨西哥扔过大约四米高的边境围栏 把她们抛弃在边境线美国新墨西哥州一侧的沙漠处 之后迅速离开现场 不幸中的大幸事 美国边境巡逻员及时通过监控发现 将两名女童救走 公布视频的巡逻探员格洛利亚查韦斯表示 如果不是使用移动技术的探员保持警惕 这两个年幼的孩子可能暴露在恶劣的沙漠环境中 随时有生命危险 美国执法当局目前综合墨西哥执法人员合作 试图找出这些人贩子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